阿彌陀佛 主位 法師主位菩薩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首先 很抱歉 在上次的預定時間 就臨時需要去住院檢查 活到65歲 想不到是生平第一次住院 據檢查的原因是因為 我連想也沒想到 持續性打嗝 一直打嗝 這個打嗝是從早到晚 到晚上還在打嗝 所以有五個晚上都一直在打嗝 晚上都不能睡 所以到了第六天 想說 再不去看醫生不行了 因為五個晚上都不能睡覺 白天還可以 當初第一個以為想說這個打嗝總是會停吧 就沒有停 所以據檢查的原因發現是 衛食道逆流引起 為什麼會衛食道逆流呢 因為 在來上課的前幾天 就是有人給我檸檬酵酵酥 做成口腹的那種 還加什麼五味脂啊 什麼什麼一些生技產品 那我 可能他只是講說 你依個人口味可以稀釋 我想說依個人口味我就難得稀釋 就 就 門籃一合就發現 哇 可能是刺激到太嚴重 可能產生胃食道逆流 結果食道就發炎 胃也發炎 喉嚨也傷到 也發炎 比較嚴重的就是打嗝 持續性打嗝 所以晚上是沒辦法睡 那當時沒有馬上去看醫生 一方面想說 總是會停吧 打嗝 就上網找各類各樣打嗝 抑制的方法 什麼猛喝水 小狗小狗喝水 什麼穴道按摩 還有 聽說還有找人嚇你一跳 聽說也會還是怎樣 反正 試過所有的方法 這個 我還用 就是 用塑膠套 就是 吐氣吸自己的二氧化碳 有時候暫時有效 但是不久它有引化 因為根本原因是在 那個 就是 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再加上 因為正好那幾天 我們學校要 有 教育部的評鑑最終 所以在準備 我想說 等到那個活動 結束 再不行再去醫院 結果就這樣子 偷了五天 到第六天 結果 看來已經不行了 我想 要趕快去住院檢查 檢查 醫生判斷 應該是 胃食道逆流引起 但是我 那時候 跟醫生講說 我的感覺 好像是咳嗽引起的 因為 那時候咳嗽也有是 一點明顯的症狀 然後覺得好像 我有一天晚上 第三天晚上吧 晚上就睡不著 這就是一隻大哥 想說 就睡不著起來 坐儀家好了 想看看 坐坐儀家 會不會改善 結果 坐到那個 僑室的時候 不是僑室 那是工室 像工店一樣 就門狼咳嗽 咳嗽完好像 就暫停了一陣子 那天晚上下半夜 好像可以睡 但是 隔天 再發生 就沒有效了 做什麼都沒有效 不過我有印象說 好像咳嗽把什麼痰 咳出來好像就好 所以我就跟醫生講說 我覺得好像咳嗽這樣子 痰堵住 那假如 咳出來好像就不會打歌 還好醫生沒有聽我的話 那醫生就覺得 嗯 他覺得還是 可能是死到 膩油的原因 不過 依照法則就是 要檢查嘛 才能夠確定 就是說 照未進 照未進來 確認嘛 誰講的都不算 眼見為憑 那 因為 我有大腸癌的家族師 所以我 十幾年都會定期做 大腸鏡 檢查 那剛開始做腸腸鏡 每年做一次 早期十幾年前 沒有糊痛的 都是 就是沒有麻醉 我還算可以習慣 到了這幾年 醫生說 好像不用每年做一次 大概兩年做一次 之類的 所以醫生說 既然要做未進 就雙進一起來好了 就一起做 既然來了 反正你來 不做白不做的樣子 這樣子 他就問我說 這個 要不要做麻醉 那平常做大腸鏡 我有麻醉 但是沒有做過 沒有做過未進 這個 我想起 因為我小時候 對吞東西 這個 很不擅長 小時候很不擅長 吞東西 我記得要吃藥要吞 吞很久 我媽媽就 很急啊 因為很多家事要等著他做 就餵你這樣子在那邊 吞了三十分鐘還沒吞下去 所以最後都磨成粉 那個定計磨成粉 那個膠囊就要打開磨成粉 很苦啊 但是我寧願苦 就是不會吞 覺得好像吞很可怕的樣子 就有一天 不曉得吃什麼東西 好像是熔岩還是怎麼樣 就把一個熔岩子吞進去了 好像沒有怎麼樣 覺得熔岩子都可以吞的話 藥為什麼不能吞 就開始 學會吞東西 但是我那時候想說 因為茶館進來沒有經驗 而且又打嗝 怕不順利 所以就跟醫生講 那這次就做麻醉 反正 一次麻醉 做兩個勁還算划得來 對 結果在做的 就 我 那時候覺得 有一種 觀世音菩薩這一種 在照顧的感覺 原因是 藥麻醉前那個婦事 我發現他有一些言語就是 對病人很有幫助的樣子 他會跟你講說 不要緊啊 怎樣怎樣 我都忘記他安慰什麼 但是我就聽了就是很舒服 結果我覺得 哇 就覺得那個富士那一個言語 跟觀世音菩薩一項 所以我就想說麻醉的時候 要想像 觀世音菩薩的話應該會很舒服 我想說要想哪一尊啊 我們有來癮觀音 有起源觀音 有開山觀音 到底哪一尊 我都想啊 想難了那一尊 難了那個路口那一尊 才開始想好像就不省人事了 還沒有想清楚就已經不省人事了 結果 等到我醒過來 我問旁邊的人說 欸 欸 欸 那個 還沒有開始做嗎 他們說已經做好了 哇 怎麼會這樣子 說完全不省人事了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我是那一批三個人 做麻醉 最晚醒過來的 其他人都很早就醒了 我什麼叫都叫不醒 麻醉科主任來搖了兩次都不行 我在想說大概是因為五天沒有睡好 好不容易麻醉就好好睡 但是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我全身麻醉還在打嗝 對還在打嗝 所以麻醉的這個控制跟打嗝的區域 就不太一樣那個 打嗝比較一種自主性的反應 比較下沉 是 他們還是為了小心說 那要不要做腦部的MRI看看 有些打嗝是腦部的病變引起 就是在那個區域 不過因為確定是 這個 對 所以說餵食道逆流的原因就好辦 所以那天晚上就給藥 隔天早上再吃 我印象中吃兩顆 就是對餵食道逆流 好像打嗝就停止了 我要說這麼長的原因就是 其實所謂法會 參加法會 其實就是要知道法則 我就要講英國法則 那有些法則就是像跟病有關係 病有病的法則 那你怎麼去正確的 找到正確的法則 予以這個法則來 這個面對 那這才是對的 假如我是一直堅持 是咳嗽 所以我 我那時候還托我的助理買很多 咳嗽 只咳嗽 反正 又憑自己的想像 規定正確 這個就有問題 所以 所謂我們 來 學佛 參加法會 那佛是覺悟嘛 那覺悟什麼 覺悟一些無常 無我的法則 從無常 無我的法則 曉得因緣果之間的關係 因緣果都在變 緣起都在變 那怎麼適當的去了解 那這個才是 我們 個人或者 眾生會比較安樂 比較幸福的原因 在講這個總談之前 我 想到 剛剛在 我們上課前 大家在練習什麼 對 放鬆嘛 對 那剛剛 大家隨著 某些方法 教大家什麼方法 那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運作方式 練習放鬆的方式 不過就 我想 大家既然來了 而且也做過放鬆 再提供給大家 一兩個角度 去思考 怎麼讓身心放鬆的法則 或許有幫助也不一定 我過去常常講 這個觀念 所謂 佛教講 比較理想的法則是什麼呢 對 我們所謂修禪定 或者有智慧 主要 重要的是 能夠好習慣 有好的習慣 所以好的習慣 佛教成為戒 那大家要放鬆 讓身心安定 其實跟平常的習慣很有關係 假如大家在來 在來這邊之前 假如做錯了什麼 非常極端的明顯的 這個壞習慣 殺 盗 贏 這些很明顯的壞習慣 你剛剛在外面殺了人 進來要放鬆都 不太容易 你就很擔心 別人來報仇 別人 警察來抓你 這是很基本的 昨天搶人家錢了 騙人家錢了 你進來就很擔心 會不會被抓 換法了 所以要放鬆很基本的就是 你要所戒 這是基本的 昨天做了傷天害禮的事情 或是早上 你現在要放鬆都懶 所以很基本 另外 就是生活習慣 像這些習慣 昨天晚上沒睡好熬夜 就為了追韓劇 大概等一下上課的時候就很難 會很放鬆就睡著了 因為太累了 所以這是 以前我常講的 這個 身心健康五界 眾生學習五界 這很重要 另外跟剛剛我要 跟大家補充說的 剛剛身體 大家身體在調鬆緊 在 讓身心安定 我們身心安定最重要的就是 要能夠做智慧的觀察 那智慧的觀察 像我持續性打嗝的這個問題 我的觀察就錯了 就以為是可受 那用什麼方法來如實觀察呢 就 照未見 就知道嘛 現在人有 這個好的科學儀器 如實觀察 那醫生就憑他的經驗判斷 但是再加以檢查的證明 就沒有錯 就如實觀察 那我們個人如實觀察第一個身體 這個鬆緊要適當 那 常常都有點方向 呼吸的長短 跟鬆緊其實有關係 另外我們水路法會 談大悲性 其實就是跟字塔有關係 大悲是 對眾生或者包括自己的苦 別人的苦 自己的苦 怎麼去想要適當的去面對解決嗎 我們只想到自己 就不太容易對別人起悲心 自他怎麼平衡 因為 對別人的苦是 別人發生的苦 或者快樂 或者自己或者痛苦或者快樂 剛剛主持人也有講 我在講苦樂同工 善惡同緣 其實都是在這邊 在討論的 但是很基礎的 就所謂身體的鬆緊 這個問題 我們進一步來 從身心的一些 歡迎來看 對這個問題的討論 我在 人生雜誌 曾寫過 類似的文章 就討論 這個 身心 怎麼能夠 調和 五 五件事情 身體的鬆緊度 會跟呼吸有關係 原因是 原因是 我們 身體的鬆緊度 跟自主神經有關係 整個神經系統 我們有所謂 中樞神經 像剛剛 我做全身麻醉 中樞神經的比較上層 東絕的地方 但是全身麻醉以後 還會打嗝 打嗝 比較屬於自主性 你沒辦法控制 因為我們神經系統要分層級 假如 中樞神經每件事情要管 那太累了 所以他有些就授權 讓他自主 心臟跳 自主神經都要管 那我們很忙 你沒有注意他 他心臟就停止了 那很危險 呼吸也是 睡覺了 呼吸停止了 我們消化 胃腸的動作 很多內臟性的動作 就授權讓他自己去運作 那這個授權 它一定有兩個 結抗作用 一定要有兩個結抗作用 一個稱為交感神經 一個叫做 副交感神經 那交感神經 就是讓我們緊張 要應付 就工作 我們工作大概 兩種選擇 一個就是戰鬥 工作 商場如戰場 戰鬥 有時候打不過就逃 生意做不下去了就收了 就這樣 基本上這個運作 再來我們需要休息 還有笑話 所以簡單的說 白天 大部分都是耗人 所以要戰鬥 護交感神經 就讓我們序人 所以我們每天的節奏 大概是這樣子 類似像這樣子的節奏 但是呢 白天有一個狀況就是 用餐嘛 在消化 這個護交感神經 在運作 但是我們 經常去破壞這個節奏 晚上 該睡了 對 就 不想休息 覺得 睡覺好像浪費時間 因為睡覺第一個 好像沒有生產力 不能工作 不能玩 所以我們現在的生活模式 就是 只曉得 要重重重 要high 所以進不下來 就覺得睡覺好像浪費時間 其實 這樣子的想法是不對的 所以我在這一篇裡面 就有提到 這類的觀念 這後面看得到嗎 把它放大一點 就是一般交感神經在白天比較活躍 因為它要耗人產生盡力 來應付工作或者緊急狀況 所以 護交感神經是用餐的時候 所以護交感 大家用餐的時候要讓護交感神經 運作 所以用餐邊用餐邊 滑手機好不好 也不好 因為你一滑手機就用腦了 就用腦 為什麼說用餐的時候不要談政治 不要談宗教 為什麼 因為會吵架 用餐吵架就 妨害消化 一樣用餐完要休息 很多人用餐完 就馬上滑手機 馬上做工作 其實都是不好的習慣 用餐晚上 所以消化食物要續冷 休息 或者修補器官 那我們現在人因為各種壓力 或追求興奮的社會活動 熬夜 不良的生活習慣 所以我們到 晚上交感神經還是很亢奮 那護交感神經動不起來 睡不著 疲勞累積就很多問題 病避缺瓦死於血壓上升 這些都是屬於自律神經 失調的問題 護交感神經 所以一個很有 這個 我們可以好好去善用的一個就是 吸氣跟吐氣 就是呼吸跟吐氣 一般來說 吸氣的時候 吸氣的時候 是比較會讓交感神經準備 所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假如要工作 或者要運動 吸一口氣 現在要跑100米 一杯 一杯一杯 我們就馬上會吸氣 吸氣的時候 交感神經就準備要戰鬥 準備要跑 準備要工作 但是吐氣呢 它反過來它會比較協調這個 活化護交感神經 所以大家有這個經驗 很多事情做完要休息 喘一口氣 呼 所以吐氣的運動 會讓心跳減慢 胸牙上升 可以抑制交感神經 活化護交感神經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 假如 比較緊繃的狀態 你會注意到 吐氣會斷 吐不進 只想吸氣 吸進來又準備打戰 準備工作 但是休息的時候覺得 爛回休息 所以吐氣會 不自覺的縮短了 因為趕快要吸下一口氣 所以這時候刻意怎麼樣 可以讓吸氣跟吐氣 吐氣讓它大約兩倍左右 吸吐 特別讓它長一點 所以這長一點的話呢 就會改善這個 自主神經失調 這也就是為什麼 在屬習慣的時候 要屬呼 屬吐氣 一 二 屬呼 原因是我們呼的時候會 比較短 所以刻意的讓它稍微長一點 會比較容易放鬆 所以剛剛在講說 怎麼放鬆怎麼放鬆 其實大家也可以配合 這個吸氣吐氣的 讓它有一個時間差 大概吐 大概是吸的兩倍長 吸吸進來 吐氣 那這個是一個練習 包括這個睡前都可以 因為睡前進不下來 交換神經進不下來 也是可以用這個方式 有四氣吐 吸氣 拼氣 然後吐八 這樣子的一個節奏 會比較理想 這是一個我們生理的法則 你這個法則善用 就會有一些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 這是水路法會的第一堂課 就是要學會 怎麼調五事 深心去調五事 因為所有法會就是要學界定慰 假如你沒有學界定慰 對自己對別人 要直接的實質幫助比較少 比較會增加信心而已 但是有信心還是要有智慧去看法則因緣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 光靠信心 像我那個病 那個持續大哥不能光靠信心 你還是要去找出這個病因 才是 但是我假如只靠找醫生 對醫生沒信心 醫生這麼說我對他沒信心 可能不一定會好了很快 說不定 這個效果不會那麼好 因為對醫生沒信心就覺得這個藥真的有效 所以 好的一個模式就是信心跟智慧 所以佛教友叫隨信心跟隨法心 也是講這個道理 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談 我們今天談這個議題 我想可以了解一下 大家來上課 可能想聽有關於水陸法會或者總談 想聽哪些議題 我先 這個 搜集一下 你們的期待 那對我來講 一個好處就是 比較曉得大家想 想要聽的是什麼 那我整理整理 再來針對大家想聽的 再來講 可能比較 容易契機也不一定 不然的話我只講 我想講的不一定是你們想聽的 那就有一點可惜 所以我們花點幾分鐘的時間或者一段時間來聽聽 大家對於這個課你們最想知道的是什麼 好 那 或許 我再來選擇題目 比較 能夠對大家 滿足大家的期待也不一定 所以現在開放給大家 有沒有 要講的 可以舉手 我們有 服務人員會 遞麥克風 有沒有想聽的舉手 想聽 有關於這個題目的 哪些問題 哪些問題 有人舉手 好 不好意思喔 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水路法會的講座 所以我等於是幾乎沒有一點那個idea說這個是什麼 所以我想最基本就是說什麼是水路法會 然後為什麼它要分成那麼多壇 嗯 那每一個壇呢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嗯 這樣子 基本上先這樣子 謝謝 好 來這邊又有一位 好 校長好 好 我想要請問呢就是我們過去參加總壇呢 嗯 每一次每一日的開始都會比其他壇呢提早半個小時 嗯 那我想請問我們總壇它主要的功能 究竟是什麼 嗯 謝謝 好 還有嗎 還有沒有 剛剛有問了兩個問題了 對 我們這個 很好的一個華會的開始 就是 能夠 主動來想 到底 我們一些學習的問題或者目標 發現問題 大家一起來 想問題的答案 這樣子的一個模式是不錯的 而且 等於是你們講我做筆記一樣 把它記下來 好還有嗎 我們可以蒐集十個問題正好十壇 謝謝 請問一下總壇我們算是比較陌生的一個壇 因為其他都很清楚 要四壇就知道是算五要四集 所以總壇裡面的內容 然後是怎麼去 如果說要去參加大概是 先了解一下裡面的內容 OK OK 好 這樣我知道 好 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我們要十個後來 內容跟功能差不多都寫在一起 好 後面有人 我們這邊粉紅色的先舉 我再到後面去 請問一下會不會有什麼障礙啊 制止什麼障礙 個人的嗎 還是法會的障礙 個人就是因為是在總壇 然後有遊民界那些 然後呢 對 然後 怕 欸 完成不了八天七夜的這個法會 謝謝 不聊 所以 妳擔心的是有什麼障礙 是不是 下長好 是這樣子喔 總壇那個 在參加的時候 因為要研製身心 那其實他是不能補位的 可是 法股山所有的法會 大家都可以補位 那補位的時候 因為大家不清楚 所以補位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其他在那邊 壇位上面的困擾 會干擾 所以是不是可以 就是麻煩校長告訴我 為什麼他的差別 因為 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差別 可是其實很多人 因為對 總壇不清楚 然後大家讓隨喜的參加 其實對 對在那邊 呃 壇位上的那一些 呃 不知道是精進精 那個參加的 其實是 有一些蠻大的干擾 所以妳覺得就是隨喜會干擾的意思 呃 對 因為隨喜 總壇不能隨喜 可是因為其實大家不知道總壇 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都覺得 欸沒關係 現在我去參加是 我只要高興就好 可是其實 他進去是有結界的嘛 嗯 那為什麼 這是不是可以幫我 就是 開示 OK 謝謝 好 這樣子五個問題 來我們再有五個 蛤 老師不是說要十個嗎 哦 對對對 我 十是 十是大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佛教 一想到十就很多的意思 就是很多問題可以 不要勉強 我的意思是說 不要勉強 湊到十個 不然話就也是 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不急不急 因為天下沒有 玩的事情 隨時可以玩 隨時可以結束 這個 還有嗎 有關水路總壇 有關水路總壇 再多小時也沒有用 這個 來因為 要說講不完也沒有用 因為 我先了解大家的問題很好 為什麼呢 對我今天有幫助 對我今年要講 水路總壇的說法也有幫助 因為好像今年又叫我 去總壇說法嘛 那我很想知道 到底大家想知道什麼 所以題目 大家想要知道的 或者有問題 其實對 對我今年 預備要準備 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比較能夠 了解大家想要知道什麼 所以 我們這一段是 自利利人的 這個工作 所以請大家 了解 包含 就是我為什麼要 想要了解 因為我是覺得 所謂法則 佛法 它沒有絕對的答案 它沒有絕對的答案 而是什麼呢 能夠去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 每個問題的因緣都不一樣 那你要看那個因緣 去正確的解決 它都不一樣 所以我想 關鍵是 這種學習態度而已 好請 法師 各位同學 歐陸佛 我想我們水路法會 應該有一段時間 那這段時間有講座 那我相信有些菩薩 有聽沒聽 可是今天總談 聽起來就像一個總結 雖然 它本來 它不是最後一堂課 可是就像主持人說的 這就是因緣 那因緣今天 就是一個最後一堂課 說不定校長 可以幫我們做一個總結 我想要知道的是 很多地方都有水路法會 那我們的水路法會有什麼特色 那我們的信眾 要用什麼樣的心情 或是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來面對我們的水路 特別是總談 就像剛才有一個 菩薩也說 很多談 從字面上我們都可以很了解 那為什麼這個叫總談 那總談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可以了解些什麼 阿彌陀佛 好 謝謝 我剛剛提到說 十四大月數字主要是說 避免大家有壓力 一定要 沒問題 要應急是問題 這個只是這樣 就是說 有問題就問 那包括 我們等一下開始講的時候 我們會中間會休息一下 大概五十分鐘 因為兩個小時 我想五十分鐘左右 讓大家休息一下 然後再開始 所以看看還沒有什麼問題 好 來 請 法師大家好 我這邊要請教一下 如果說一個人 從來還沒有參加過水路法會 他如果說問你說 那你要先參加哪一個談 像我個人 我之前是 我參加了四個談過 但是我想說 我是不是從周遭都參加完畢之後 才去參加總談 那我們一個自身的師姐是 相反的說法說 你先應該去參加總談 然後再去其他的談 所以這種次第的話是怎麼樣 我請教這法師 謝謝 好 謝謝 來 旁邊這位師姐 請問一下 那個總談的話 像每一談的話 它有主要送的經 那不曉得總談的話 它的那個內容 還有就是它的那個流程 跟他的意涵 阿彌陀佛 好 謝謝 還有嗎 還有嗎 好 假如沒有的話 我們 下長可以問一個問題 請 因為我從公司來看 是 總談是不是 總部是最厲害的 就是 他的功德會不會最大 就是我去總談 總談是不是要號召 或者跟其他個團的關係是什麼 好 了解 好 感謝大家提供這些問題 還有沒有 沒有的話沒關係 就是隨時可以提 我們先就這些問題 來跟大家 跟大家報告 提校長 我還有一個問題 是是是 好 在總談的時候 我們 有一個疑程是請 那在請我們 歷代元親 或是祖先的時候 我可能是在淨土談 那這時候我要 在淨土談的時候 我唸阿彌陀佛 我是要想他們呢 還是想說 我不要去干擾他們 讓他們在總談 聽經或是什麼 這時候應該是 我在外談的時候 我應該是怎麼做 會是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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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 先從這個 整個總攤的儀軌 簡單的介紹一下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有一點小 整個總攤 這是去年的 有八天 七夜 剛開始 一般 發揮的開始 有所謂撒盡 就是 大家 對於 這個場域 我們 這個活動的場域 彼此有一個共識說 能夠 放下所有 平常習慣的惡化 或者不好的 我們往善 或者往清淨的方向 所以 有一個簡單 一般華為的 這個撒盡儀式 像我們今天演講 沒有那個儀式 不過我們內心也期待 這個 場地 場所 能夠比較 親近安全 我想這是很 很基本的開始 接著會有一些解說 那第二天 在第一天第二天都有 說法 所以總攤說法 總共有四次 這個紅色的是 去年排的 今年好像聽說也差不多 是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所以 我跟總壇的菩薩 參加的菩薩大概有四次 這個 做 概說 那 第一天第二天其實很類似準備 讓身行能夠準備 進度總壇的學習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在 內容方面 我們看到的其實 剛剛有人提到琴 琴 然後供養 有供養 其實琴 齊琴 供養 然後 送 照片蠻說 送以後 最後參加最後送聖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可以這樣子來看 這是水路法會的意義 先大家看一下 它有幾個關鍵的概念 提到水路 它有幾個角度的理解 一個就是 就是 說我們一切眾生 所住的地方 可能所謂 可能在水中 路或者空 所以這是第一個角度 就是所謂水路 是患者 恍乎 所依的處 所依的處所 這是一個角度 第二個角度 是從經典來看 在印度人 對於在布施的時候 有兩種 詩詩的地點 一種是對惡鬼道 在地上 放在地上 一種是對婆羅門線 就放到水 所以有 這兩種因緣 所以成為一個水 一個在路 所以有這兩個解釋 所以總而言之 水路有可能是在講 有關於 各類各樣眾生所居住的場所 另外一個是講 我布施的方法 布施的場合 其實人類在處理這些問題 也大概有這些選擇 像 我們有些活動 大部分都是在陸地上進行 另外有些活動也會在水 像大家很容易聯想的 放水燈 放著一個流水 所以這些都是有可能 人類來運用的 所以這是 基本觀念 為什麼叫水路 第一個說明 我所面對的對象是所有眾生 所以讓我們信量廣大一點 不是只有 因為我們人類大部分都生活在陸地 有時候生活在水或者空的 眾生可能會忽略 另外一個是所謂布施的這種場 場所或者方法 這個說明 那這個水路法會它的全稱 叫法界聖還水路普渡大災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災會 就是供災的會 只是它的規模很盛大 那人類所有的活動 共灾设施最有共同性 因为环食动物一定要吃 所以共灾这个是很容易有共同性的一种活动 那共灾这件事情 是所有众生在生存的 本来是很竞争的条件环境当中 但是大家愿意分享 这个会造成其实对所有众生是更有利 我们想想你假如不分享 其实是表面上看起来有利 但是其实是不利 这个从原始来看就是如此 为什么呢 你想我们原始人类很长的历史 大概百分之九十的历史 都是在打猎或者减采集 我们进入农业时代还不到一万年 有将近百万年都是过着打猎采集的生活 到现在有一些部落还是过着这种生活 所以大家想象 打猎采集 其实都是凭运气 你今天猎到了 一只野猪 你一个人一家人也吃不完 吃不完就坏掉了 所以我猎到以后 我分享 分享给其他人 以前没有冰箱 所以就把每一个人的味当冰箱 分给别人 明天我不一定打得到 明天别人打到了 就分享给我 所以人类其实是靠分享 来分散很多风险 来共同承担风险 所以这样子的社会 这样子的种族会比较有利 所以 人类很长的几百万年 养成了这个习惯 我们到现在还是有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习惯 我们会请客 大家来吃请客 就很高兴 看到大家吃得很高兴 兵足静欢就很高兴 但是你们会不会有一个习惯 有一个很自然的感觉 你请我下一次 我要回请 回请 所以我请你 你请我回请 就产生一种共享 所以 分享的时候 兵足静欢 反过来 你当主 当兵都互换 所以 第一个观念 就是人类 怎么去促进 分享 这就是布施 因为每一个人 所得 所能够得到的 其实 都是随因缘不同 特别 社会分工更细以后 变成更要分享 每一行业都在分享 像 我十一住行 几乎没有一样是我自己做的 衣服也不是我自己做的 饭也不是自己种的 都靠别人 各行各业 我唯一生产的就是 讲话 把一些知识 我听到的讲到 分享 所以我生产的是 精神粮食 知识的粮食 这个是我能够做的 但是我其他物质的粮食 都靠其他的 包括十一住行都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整个社会的活动 其实是一个大灾 正大的灾会 各行各个各业都在分享 十一住行 交通都是如此 所以 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怎么去减少分别心 所以他提到的观念叫做 我们要有像 滑界的心情 滑界 我们众生 每一个都有差异 有圣人跟皇父的差异 有佛跟众生的差异 理论上我们分享 容易的是什么 家庭 这个最容易分享 再来亲友 也容易分享 不认识的人 就稍微有一点困难 冤家仇人 又更困难 但是要注意 冤家仇人跟亲友 其实是无常的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所以你越能够从法则的立场去看 法界法则的立场去看 你就越容易平等 所以能够越平等的 你会发现 这一种不思会更圆满 更理想 你都只针对少数的 你喜欢的人分享 等于是把忌惮都放在同一个篮子 放在你自己的心友 但是无常会变 亲友有无常 你只想照顾你的子女 你认为子女将来可以照顾你 不一定 很多变数的 所以我们最容易体会的分享 就是一个是什么 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就是全民分享 所有 不管有没有生病都交钱 我没有生病为什么要交钱 我为人冷 人冷就为我 所以亲友健保是在一个法则之下 立了一个法 大家都平等 平等来享受 所以任何的分享 越平等 你会发现 它所产生的利益效果就会大 所以要讲法界圣还 所以会讲普遍的分享 其实就是讲这个道理 水入法会的整体的意义 是在平等地分享 平等地供养 那总坛的内容 我们看这张表 就会更清楚它的仪轨 也可以看出它一些特色 看起来有十个过程 但是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一些这个关键的观念是什么 情 看到情了 假如没有色盲都可以回答到这里 情是什么色 绿色 接着呢 共 共是什么色 紫色 再来呢 颂 对 情 共 颂 这是人际关系的三部曲 所有人际关系的三部曲 共 情 共 颂 所有人类活动的三部曲 刚刚要开始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课要开始 请你如意 请 有没有 刚才请嘛 我们互相问讯的时候是 表达你们请我讲了 对 那我要讲 你也请我讲 这个主持人 假如 那个 假如一个活动 要演讲 我一进来就开始讲 就有点怪 你怎么 人家没有请你 你就是这样 不请自说 所以都会安排一个主持人 介绍 然后我们现在热泪掌声 欢迎什么某人 大家就拍手 请 然后行李如意 接着就共 对不对 讲是一种供养 对 供养 对 供养精神食物 共享知识 对 供养知识 那你们就要互会 这个 听讲嘛 有学会 有时候要缴学会 有听演讲 有门票 互相供养 这个 场地维持会 其实都是在互相供养 最后呢 就送 对 起来 送 我们现在 这类掌声欢送 某某这样子 我就会说 你们自己走 因为我要收电脑 你帮我送走了 我电脑还留在这里 所以所有人际关系叫做迎来送去 这是最基本 迎来跟送去 假如你一生当中对各种人际关系 把握住这个三部曲 你就会 整个人际关系都会很顺畅 最简单 像我在学校 也是外宾来 第一个 营 营兵 对对对对 然后进来 我都尽量能够做到迎来送去 为什么 你们知道吗 第一个 当一个外宾到你那边去 第一印象 第一个印象 他受到礼敬 所以整个华会的精神 就是一个礼敬的精神 受到礼敬 再困难的事情 就会比较圆满 再来 最后一个印象 对 迎来了 结果让他自己走 就好像有点怪 最后一个印象 留在脑海里面 所以 我在学校 对各类活动 我尽量做到迎来送去 这是在菩萨界里面讲的 菩萨界里面 对同行的菩萨 能够迎来送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每次我要送客人 客人就请去步 请去步 我就会跟他讲说 你让我累积我今天的里程数 因为我每天要走一万步 因为我每天设定要走一万步 我就给他看 我现在还没有达到一万步 你让我累积里程数 结果兵主静欢 他也觉得帮助我累积里程数 对很好 迎来送去 这是很基本 你想哦 你碰到 再怎么困难的事情 很难处理的人事物 你把迎来送去先做好 事情就好了一半 我们迎还要唱炉香战 所以你对任何困难事情 有一个要跟你吵架的 你先唱炉香战给他听 好一半 事情谈不成了 终于没谈成 我还是送你 很恭敬敬地送你 因为天下很多事情 没有一次成功的 他回去说 你看 刚刚我跟他吵了一架 不合 没有谈成 撕破脸的 他还送我 下一次来就会 觉得应该要怎么样 所以这是所有 人际关系 一个很重要的法则 再来主要的迎来送去 我们主要是做什么 就是分享 要么就是物质的分享 要么就是精神性的分享 知识的分享 大概这两类 生意也是如此 生意所有的交换 都是要么物质性 要么知识性的交换 所以所有人类活动 就是这三个原则 包括在家里 家里面去 我们有时候 对熟悉的人就忘了 迎来送去这个原则 因为太熟悉了 就常常会忽略过去 忽略过去 有时候久久之 有时候家庭关系 有时候就会产生问题 最简单的 小孩子上换桌 就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每天坐下来 就有换吃 不会先怎么样 先请对 请父母 爸妈妈 先请坐 所以我们当子女的 其实是靠着爸爸妈妈 护持下来的 我们常常就 一上去就开始自己吃的 根本没有想到 请谁请谁 忽略了 就绝入理所当然 所以永远保持这个 先请请请请 所有人都请完了 大家请坐了 再开始吃 吃完 擦擦嘴就走了 吃完要做什么 对啊 这个 收拾碗筷 谁说是 你所谓送就是要做一个了结 里面吃完除了吸碗筷还要做什么 还有一个重要的碗筷都不洗 牙齿 对啊 牙齿刚刚对你有恩 你没有牙齿你怎么吃完 但是我们根本就忽略它 只会洗外面的碗 里面的碗不洗 这没道理啊 我常常觉得 那个外面的碗不洗 你下一餐再拿给你吃要不要 不要 这个你都不吃 你下一餐就继续吃 其实里面是很有问题 原因是什么 细菌 嘴巴里面很多细菌 你吃完就换细菌吃嘛 细菌吃一定有代谢物啊 这些代谢物就形成牙菌斑 牙菌斑就是慢性化验 简单的就是慢性中毒 所以因为 这个牙菌斑引起的化验物质 其实会除了牙作病 蛀牙以外 失智 老人失智 心脏血管疾病 都影响啊 所以这么重要的送 大家都不送 没有把他圆满的感恩他 就吃完饭 牙线 牙刷 像我随身都攜带 大家只知道我随身攜带 牙线 牙刷 都有 就是要常常在用灾的时候 去感恩一个大恩人 牙齿 才五分钟而已 不到五分钟 都不愿意做 其实是很不合华 这些法则嘛 因为我们就好像 你吃完饭不洗 那个不洗碗 我们晓得这不合 不合道理 不合法则 你下一餐怎么吃 那里面这个碗都不去注意 在刷牙 我知道要刷牙 结果是在聚牙齿 后来 觉得好像刷牙 浪费事件的样子 就是要刷牙刷 轻轻拆拆 这样子 在聚牙齿 没有用 刷牙要有一个精神 要有什么心态 就跟做水路华为一样 对每一个牙齿 充满感激感恩的心 所以对每一个牙齿 在刷的时候 好像在刷珍珠一样 就慢慢慢慢 牙齿比珍珠还贵 对 你没有出牙 现在只牙一颗多少钱 对 比珍珠还贵 这个 跟刷珍珠一样 你就会好好刷 像我刷的时候 都跟每一个牙齿打招呼 因为总共 一般七颗或者八颗 所以我点这个 这边是左 这边右 右上 右上一 右上二 右上三 右上四 对 这个是一个打招呼 另外一个 阿弥陀佛 身金色 因为我正好七颗 对 相 好 光 明 无 等 顺便站活一下 每个牙齿都跟我一样 站活一样 其实这个就是华卫的精神 所以华卫就是引起敬意 你怎么引起敬意 这敬意是很容易 我们在这场生活当中就习惯化 习惯化以后就认为 好像理所当然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说 还有一个心情 把每一个牙齿在刷的时候都当成水蜜桃一样 对对对 轻柔一点轻柔一点这样刷 不是拒它 对对对对 你们在供养的时候都很尊敬 这个叉这个怎样 结果都不散戴牙齿 这是一个盲点 我们注意力的盲点 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习惯 就觉得好像理所当然 所以呢 你们知道我们台湾六十岁剩几颗 平均六十岁剩几颗牙齿 在大概十几年前 日本他们有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八十岁还有二十克 他们努力努力推行 好像有达到了 我们台湾大概六十岁 平均大概二十多 还没有到八十就剩下二十多 请大家注意 未来大家的平均寿命是越来越长 日本呢 这几年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们最近在讨论说 要把退休延到七十岁 不然的话整个社会没办法负担 已经到七十岁 因为他们预估大概好像是到2065年 平均年龄会将近达到一百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所有的零件 你们要想到使用连线是一百年 所以你怎么去延长 你每一个器官的使用连线 牙齿 这个是容易伤害的 再来是眼睛 很多眼睛 肝眼症 白内障 绿内障 很多问题 再来是关节 膝盖关节 怎么去妥善地保护它 这关节要让它保护好 一定肌肉的力量先要训练好 肌肉就是要训练 最容易的就是走路 走路是一个很容易训练肌肉的方法 所有的法则都是因缘所生法 你们知道肌肉骨骼怎么长身体的时候 所有的法则一定是用尽会退 你不用它它就 因为我们身体觉得你不需要用 它就为什么要长那么多肉 肌肉少 肌少症 肌肉减少症 很多高龄化有肌少症 肌肉力量不够 肌肉力量除了关节问题以外 容易跌倒 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大家讲因缘法则 因缘法则 不晓得怎么去善用它 你不用它它就退 所以最容易的你就是走 像我一天就分好几次 所以我一天一万二大概都很容易就解决 因为华谷文理学院的校园够大了 我每天一天走三次 顺便有些是在用在当中 工作当中 有时候顺便去走走校园看看 人事物 所以对我来讲一举两得 一个很基本的活动 所以 总坛的佛事法则 其实就是在这里 就是 请 供 还有送 那供 大家看到 他请很慎重 有结界 然后 糟告天下 就是烦了 大家 欢迎大家来 法界圣还都来 而且很诚意 很诚心的来邀请 进来就供上堂 就所谓 下堂 六环 所有的恍惚 我平等的供养 所以这是 那里面有 送地藏经 拜 慈悲三昧水餐 刚刚有人提到 有 受优民节 那或许有些人 觉得受优民节 有些说 可能有什么障碍 有什么挂碍 大家听到优民 就觉得 是一个 比较不常接触的观念 其实 有一个观念就是 只要是善法 他就没有什么 挂碍 要挂碍的是恶法 所以 只要是善法 就没有挂碍 所以有一些人 我们过去会有一些习俗 就 去参加上礼以后 就回来就 觉得 要想办法 好像是沾到了什么 负面的什么什么东西 回来 我要用 打镜一下 这也 也不是说不好 只是说 为什么 去参加上礼告别式 就是负面的 我抱着好意 善意去 为什么 所以 我们很多观念 对于 所谓善恶 其实不一定 想得那么走道 所以 这是 第一个 想 很重要的 想跟大家分享的 另外 我们 平常日常生活 习惯于一些形式 那 透过 花卉 譬如说 以水炉花卉为例 来讲 大悲心 大悲心的培养 因为 众生的基本需求 就是 互相分享 或许是物质性的事物 或许是 精神性的事物 所以 我个人觉得 要参加华会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 我在 配合 仪轨在修行的时候 怎么让它深广化 然后回到日常生活以后 不忘仪轨化 我们在日常生活 常常因为 锁了以后就随便了 有些 确实是可以 简易 平易近的 没有 但是内心那种 静意 那种仪轨的 静意 怎么保持 其实这是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 仪轨生广化 其实就是 透过 身口意 善业 我们身体的行为 在华会当中 身体很多 礼静 礼拜 嘴巴 就是口液 言语 念出来的 很多都是 很虔诚 恭敬的 这些话语 或者 像 宋经 宋地藏经 或者 慈悲 上面水灿 其实都是 引化恭敬 这恭敬心 怎么让它 意义能够 升广 你就需要 有一些 心态上面的调整 同时在水路法会的时候 很多人住在一起 一定要 简洁 大家假如 在水路法会 想象是跟 在家里一样 或者用 住五星级大饭店的心情 旅游 那就很辛苦了 所以怎么能够 生活简洁 但是大家又滑稀充满 其实是在 学习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那对生活 回到这场生活 法会不能 法会没有天天的 因为 它有它的 因缘跟 代价 在这场生活当中 你就能够 以轨化 以轨还是在于 恭敬心 跟感恩的心 一样可以把 法会当中学到的 这种简洁 跟法系 去运用 所以早上起来 回到家里 早上起来 你们所有的动作 有没有想到 它的鱼鬼化 你们穿衣服的时候 会不会跟 在法会 穿海青一样 每一个动作都 有它的一些意义 有它的一些意义 点一下 你们对你们的衣服 会不会跟 折海青一样 还是脱下来就 对 起来衣服 穿衣服 可能会刷牙 洗脸 一样的 我们 迎 迎请 还有供养 就主要是 送 其实也可以用在自己 你早上起来 怎么请你自己去大号 上大号 没有如实 没有顺利 也不行 在上大号的时候 怎么请 混变能够请 请他出来 然后圆满的送走 看看 看看混变 今天这个状态怎么样 你们会不会观变 观察这个 变的这个状况 变其实是 反映你的身体状况 一个健康的变 变 你们晓得健康的变 长什么样子吗 基本上是理想 是像香蕉一样 第一个形状 它没有细细长长 有细细长长就表示 可能有问题 什么地方阻塞了 太软 太阴 能够像香蕉表示 软硬四种 再来颜色 比较有点偏黄 表示有益菌多 有益菌会生长 会制造维他命B群 有点黄色 然后它比较轻乎 比较轻乎 不会沉重一点 这个是健康的 不健康就要小心 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所以像这类看起来 好像日常生活的琐事 但是你只需去想它的意义 跟健康的意义 跟人跟人之间的意义 是什么 我接着要离开 在我要离开房间的时候 我会对房间一鞠躬 感谢让我晚上能够安住 我这个习惯到旅行的时候还是一样 我到旅馆去一开门 先一鞠躬 哇 你看 有很多人帮我们整理得这么干净 我要走的时候 所有东西大概都恢复原来的样子 没有说刻意要跟原来那么整 折热那么整 没有需要大概规定位 你抱着这个恭敬的心情 你到什么地方去 都是很受用 原因是 大家想一想 什么叫五星级的幻店 不是设备 而是他们对我们的敬意 我们觉得受到尊敬 受到恭敬 不管他是表面还是从内心 不过他从内心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会更好 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五星级心态的客人 很多人去那幻店都是 我来大爷我是来来享受的 你是仆人 所以我就要故意弄乱 你才有事做 不然的话我花钱好像就没有花到的感觉 就传胆 什么就弄乱七八糟的 你把幻店的人当成家人一样 你会不会对家人这样子 一样 所以我每次离开离馆的时候 会预举功 这种感觉就很好 其实十一住行都是一样 坐公车 上车的时候 一样是不是有敬意 也能够迎来送去 下车的时候会不会说谢谢 这些其实 这才是法会能够延伸带来的一个意义 我们有时候在这场生活当中已经失去敬意了 很容易失去敬意 所以就不太容易有感恩的心情 生活也不太容易所谓简洁 所以不容易有花醒 因为所谓快乐 最后没有讲到你的苦乐同工善恶同源 好像就没办法送我走了 有点要讲 刚刚有讲过圣广华 其实我们个人跟众生的遭遇 大概有两个元素 一个就是所谓散乐 散乐跟苦乐 比例会有不同 散比较高 乐比较多的 我们觉得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 反过来恶跟苦比较多的 不理想 大家的经验当中 恶跟苦最多的状况是什么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恶跟苦最多 战争 战争是一个地方 一战争恶跟苦最多 比较和平的状态 善跟乐就会比较多 但是呢 这些比例差别其实是互聚 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时间 这些人有可能 天堂跟地狱的差别 战争跟和平 其实 常常常都在 一天之间就有差异了 所以第一个观念 其实苦乐善恶其实 互聚 为什么道理 就是刚刚 有人提到 我也 这几年一直在讲这个问题 善恶同源 苦乐同工 为什么说善恶同源呢 因为 其实 苦跟乐 同样的功能 它是在提醒我们 什么样子对我们生存 或者繁殖有利 所以会奖励我们 往这方面走 但是 这个本能 很多人 这个本能就会有这个趋向 避苦趋乐 避苦趋乐 这个是本能 或者没办法活 但是有些人 在避苦趋乐的时候 会伤害别人 伤害自己 这个就是恶 反过来 我在避苦 这个趋乐的时候 自利利人 这个就是善 所以不管善 不管恶 其实都是 追求快乐 只是追求快乐的方法 结果不一样而已 我 怎么要得到这个东西 我追求的方法 我得到这个食物 马上有需求 就是快乐吧 这个 我这个食物 我们 我们 我们看 这个 一个例子 就会更清楚 这个是2010年 一个事件 我不晓得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8年前 9年前 在智利 发生一个矿债 有33个矿工 深陷在700公尺底下 它里面的食物 当时的食物只有 10个人可以盛两天的食物 可能40天的水 但是最后70天 全员通通被救出来 主要当时 有一个公投 当时候就 领导大家说 我们一起努力 全员想办法 通通 活着出去 照理讲困在里面 最关键的就是食物 跟水 这食物跟水 我们 得到食物跟水 一定是快乐 快乐 因为它对我们有利 所以 食物 是水会快乐 奖励我们 对 这个食物 跟水的追求 大家不要以为 要吃食物是 很简单的事情 没有快乐奖励 反过来就厌食症 厌食症 它可以不吃到死 所以它有一个奖励 就是 你才会想要 吃 吃得快乐 而且呢 但是快乐有一个原则 不会太长 因为它那个 昏迷出来 就赶快缩回去 因为太长了 我吃一顿饭 就快乐三天 为什么要工作 就快乐三天 缩回去 这样你要继续 继续去找食物 然后我得到的食物 给你奖励 这个就基本的快乐原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你讲 这个食物对他们来讲的是 生存 而且基本快乐 大家想一想 这33个人 面对这个问题 都要继续生存快乐 第一个 怎么能够得到食物 这33个人 怎么能够得到食物 第一个就比拳头 最容易的就比拳头 看谁抢你 假如往这个方向走 大家可以想象 是什么场面 一定是很凄惨 我打你 你打我 我一定抢食物 再来你纵使拳头 再怎么抢 抢到食物以后 你想你能够活得很久 为什么 对啊 对 有人抢你食物 你说我很抢 你再怎么抢 你要睡觉 你一定不敢睡 你不睡觉 能够撑透就 你一定不敢睡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表面上是对你个人有利的样子 但是最后你会发现都很惨 这个700公尺底下 最后是这样子被救出去了 而且用这种一些高科技的 让说全世界都去帮忙 所以他们最后讨论 就是大家一定平等 真的就是做法会一样 平等分配 平等分配 怎么分配呢 每一个人 48小时 等于是两天 两汤匙的罐头 一口牛奶 一块饼干 一片桃子 大家讲好 讲分配 所以撑了70天 最后每一个人都 体重贱了8公斤 对 户带赚了8万块 就捡回了 对 所以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所谓 苦乐同源 你看 你追求的是个人 自私自利的快乐而已吗 还是更多人 更多人的快乐 全员活着出去 他们对每一个分配 大家都会开会讨论 大家分工合作 有些人 有些人还要负责 因为里面已经有大小便 大小便谁来清理 里面会有 比较懂得 因为他们很多天主教徒 有一个就带领大家每天做 做祈祷 做一些宗教仪式 安定心情 大家还记得 去年吗 还是什么 泰国不是 有一个 这一个 对 对那个 助修队 高中生吗 还是 中学生 好像中学生吧 还是小学 中小学生 也是困在那个 对 这个 洞里面 大家假如是 互相怨恨 怪来怪去 啊就是你啊 就是你啊 哇 里面一定是 很不好 听说那一个教练 在泰国都有短期出家 所以他们 有一点会学会 活教的禅作 所以听说好像在里面就叫他们静坐 怎么安定身心 所以 对于苦乐 痛苦快乐 不要一味的追求 苦乐 同工就是它只是在提醒你 可能有利 或者可能有害 但是这个有利有害 其实人类 比其他动物更高明的就是 比较会进步去想的就是说 更长期 更长远的 更长期 更长远的 有利 在动物的世界 其实 你很少看到高龄化的 高龄化的狮子群 没办法 像狮子群 一年纪大了 大概就没办法 活下去了 找食物 生存都有问题 所以只有人类 藉由社会的分工合作 才有可能 让我们 在高龄化的社会 还是可以互相 来互相帮助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先从自助开始 你自己先要照顾好自己 自助 天助 自助 社会上都是如此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观念 再来 再回到 所以很多树养 最好在平常就养成 因为法会里面很多 其实都是供灾的仪式 我也忘记 又把它按了 所以我就很知道 大家要养成刷牙的习惯 很难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 一吃完后就会忘记 平常 所有像水路好会的供灾 其实它都是一个 第一个普世 第二个是有福他先 你看我有 其实就练习供养 供养的心 所谓供养就是真的要给出去 所以你们练习看看 你们念完供养以后 法师就把你们所有东西都收走了 你不是要供养吗 供养就真的就是要舍心 供养就是舍心 我每一餐饭 我念供养我真的要舍心 你这个时候少一餐饭 你才忍得住 真的就是舍了 有福大些 然后真的留下来 我们经常会去讲 私存无关 大家吃完的时候 会不会去想到 我们眼前的食物 需要多少的供 一般有时候供写 写功德的供 不过我看这个版本的 这个供会比较理想 原因是它是在讲这个供 我们眼前的食物要 百供 一日一人之所需 百供自为所备 所为备 大家用载的时候 会不会想到 整个食物的来源 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有感恩的心 我常常会觉得 理所当然 你 我还会加上一观想 觉得好像是在荒漠里面 得到甘泉甘露一样 我每次去接饮水机的雪 就好像在沙漠里面 接那个水一样 我们现在是因为 整个社会制度的供给 不然的话 取水那么容易 以前取水 你一定要去河边 现在就变成 自来水了以后 我们就 这么荒变以后 就忘了这些心情 所以心里面一直觉得 对所有拥有 都是觉得不满 不满 不满 理所当然 所以这种快乐 就不容有 所有的快乐 其实所谓快乐 就是在于 预期 跟实际 相见 就这个就是快乐 你们今天预期是 听到一个很烂的演讲 结果还不太烂 就觉得还很快乐 你们今天预期是 哇 我今天去听要 我要听 至少像达赖拉妈那样子 听人家 这种场面 都这样 结果一听 这么黑人 就 所以 活叫为什么叫 知足常乐 就是你那个预期子 不要被惯坏了 我们常常的惯坏就 越拉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预期子 所以很不容易快乐 就预期子 不晓得无常 在无常的法则之下 其实都要从零开始想 那你这样子 一得到 哇 就通通觉得都是赚到的 就很容易 维持这个快乐的感觉 而且这种快乐是 很容易这个 绵绵不断 因为 你 说控自然 说控自如 这个 今天能够走一步 能够走一步 其实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步能够安允 所以 一点点一点点 小的这个成就累积起来 其实就是 小的小的 这一个 这种 一点一滴的这种 所谓 感恩跟报答 它就会形成一个善的寻粮 我想这是 整个 水入滑会 所谓灾会 大灾会 基本的遗憾 我们今天 这个 讲座 就到这边 圆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